顾之风高中状元 衣锦还乡后 干的头一件事就是抄家 他身着红袍 大手一挥 金家私通倭寇 现抄家拿人后审 我正在当场 直勾勾地盯着顾之风 全然陌生 阿爹走南闯北 比我先稳住 女婿定是哪里误会了 顾之风道貌黯然 高声道 我在金家忍耐多年 就为了今日揭露真相 误不误会 朝廷自有定夺 只一会儿 便有牙翼持着木匣 喊道 报 发现通窝密信 那封信 我和阿爹从未见过 上面却盖着阿爹的丝章 顾之风大喝一声 还不拿人 金家满门 皆被捉拿下雨 我在牢里待了三日 无米无水 无人问津 这晚 顾之风进了大狱 居高临下道 月奴 金家的罪已是板上钉钉 你若肯告发你爹 我还能顾及些往日情分 收你作妾 我撑起身子 不甘心地问 为什么 顾之风皱着眉头 你不过乞丐出身 也妄想做状元夫人不成 让你作妾 已是抬聚你了 我掏心掏肺对你 金家上下围着你转 为什么害我全家 像是戳到他废管子 顾之风一把掐住我脖子 恨声道 低声下气 屈辱讨好的坠续日子 我过够了 我催了他一口 望安复义 顾之风反倒笑了 双手一拍 我便让你瞧瞧 不时抬去的下场 随即 我便见阿爹被牙翼压进来 身后一地血痕 爹 阿爹还没应声 顾之风便加了一块红炭 捅进阿爹嘴巴 咽下去 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他 阿爹哽着脖子吞了 老泪浑浊 还冲我摇头 顾之风随手扔掉火钱 通窝叛国 人赃俱祸 可是满门抄斩的重罪 阿爹听罢 不知哪来的力气 用手上的铁链 活生生绞死自己 牙翼都挣脱不开 畏罪自杀也逃不过 顾之风 冲阿爹踢了一脚 他一条贱命 能换我官大一品 平不清云 死得直 我红着眼睛 扶了软 怯怯到 相公 切身都依你 却在顾之风贴近我时 用头上藏的簪中刃 狠狠插进他心窝 还没来得及扎第二下 长刀就捅穿我肚子 铁链扯着我 砸向地面 彻底没了意识 重来一试 顾之风又空着手来 金家求取 在下顾之风 今日诚心求取金家小姐 他虽一身骆驼青山 却不卑不亢 我窥见他胜券在握的神色 不禁冷笑 当真是好大的脸 人兄许事记错了 我家中并无姐妹 顾之风盯着我的脸 傻了眼 胡伦道 不对啊 梦里是月奴 话说一半 他便哑了口 我心里已激起惊涛骇浪 纸面上不露声色 我重生十四岁 那之后 我便以行起方便为由 伴做男童 又改名金月 月奴一名 便只有阿爹一人知晓 重生之事 玄之又玄 我心中虽有猜测 却还是要顾之风进了府 好在探虚实 一进府 顾之风便东张西望 眼中溢出失望之色 看吧 他又找不到 贵府当真是儒雅风流 叫人一步开眼 前世金府金碧辉煌 四处露彩 与现在的简朴自然之风 截然不同 过奖过奖 顾之风却端起文人架势 卖弄道 这一路 所见题对 皆是对战工整 意境深远 笔法又求美剑秀 不知是哪位大儒的莫宝 顾兄谬赞了 只是我前些年的恋笔之作 我语气平淡 顾之风的脸却黑了 梦意一般道 前些年 你也不过十一二岁 静 他向来自命不凡 不甘人下 今日才知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可顾之风 这才哪到哪 你所在意的 我都会夺走 哪怕是状元 顾之风没有死心 他离府后 便去了附近的几个书馆 饭庄 仔细打听了我平日里的言谈作派 除了得到我文采风流 才华横溢的评价 一无所获 他不知道 这些动作都被附近的企儿 一五一十地报给了我 他走时 还望着公子府门 咬牙切齿呢 说什么 一定要找出您的破绽 当真是不知所云 风魔了一般 果然 顾之风多疑自负 又有重生的机缘加持 必然以为自己是天命之人 绝不会轻易相信我的伪装 既如此 我的局才算没有白做 我给了企儿们周时和赏钱 扶起了一个拼命磕头谢恩的小乞丐 别急着谢恩 还有事要你帮我做 我给了他一个锦盒 帮我去对街饭庄旁的脂粉铺子 买些东西 掌柜的知道是什么 记得 不可走正门 要从饭庄后厨走 别被人看见 小乞丐战战兢兢 端着锦盒的手 都在发抖 周围常替我办事的几个企儿 都围上来 公子 若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不如让我们去取 这孩子毛躁 怕坏事 我摸了摸小乞丐的头 无妨 去吧 小乞丐抱着锦盒 跌跌撞撞地走了 这样莽撞 也不知会不会被人注意呢 顾之风再来时 是气定神贤的 看向我的眼神 不再矜持有礼 反而嘴角勤笑 放肆打量 我主动迎上他目光 不闪不闭 凛然无惧 我的五官和前世相差并不大 但身量高了一寸 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 强壮有力 就连我的神情 也全然没有前世 怯弱讨好的影子 眉目疏朗大方 是他极其陌生的样子 顾兄今日前来 所为何事 顾之风这才回了神 你我年纪相仿 理应多多来往 日后会事 也好有个照应 说话间 递与我一个卷轴 这是我心得的帖 你我贡赏 岂不美在 他不信府中对联 是我所书 可在外面 又没寻到我的笔墨 这才借着林帖的名义 借字识人 才到书房 顾之风便迫不及待提议道 不如你我哥写一帖 我借口莫甘推句 顾之风越发笃定 不惜为我磨磨 磨好了 金凶莫在推辞 不然就是瞧不起我 我只好挥毫写就一帖 顾之风捧着纸好声端向 试图从中找出 我前世赞花小凯的眼力 待他写帖时 他又故意将墨甩到我身上 在下诗里 还望金凶海寒 我拦住他擦拭的手 无碍 君子中衣冠 金凶还是去换下衣裳吧 他既这般迫切支开我 我便应下了 在回到书房时 书岸上赫然展着一阀春归词 春风富多情 吹我罗长开 赞花小凯 娟秀严厉 是我前世的自己 顾之风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故作深情换道 月奴 我是你前世就定下的良缘 良缘 我呸 我故意露出惊慌之色 又强行镇定道 顾兄 我叫金月 你莫不是发了一证 顾之风挑了下眉 从怀中掏出脂粉 抛给我 我倒不知 哪家公子哥喜用脂粉 除非 周济脂粉 正巧是我托起而去买的那家 我脸顿时煞白 闪烁其词道 此事绝非你所想那样 顾之风却一把捉住我的手 眸中泛起玉色 贴着我耳盼道 月奴何时有了一桩的癖好 不过 也别有一番情趣 他话还未说完 我便反擒住他的手 堂堂正正一个过肩衰 顾之风栽倒在地 当真废物 顾之风蒙了一会儿 才狼狈爬起 一只手捂着屁股 一只手指着我的鼻子 你 你竟敢对我动手 嗯 我气定神贤 还带着几分妖功的兴致 游依教的法子 当真有效 我看顾兄制一正 已经好了大半 都会说人话了 要不再来一记 我只要一千两黄金 顾之风眯着眼睛 往后退了一步 雨露威胁 金斧家大业大 一千两黄金 买你女扮男装的消息 绝对划算 貌似是个好买卖 可顾之风生性贪婪 绝不会放过金斧这块肥肉 而且 我金斧满门的性命 还要找他慢慢算 什么女扮男装 我听不明白 我抵死不认 还递给他一盏茶 很是关切 顾兄应当是中了邪 还是早点去庙里白白为好 小心丢了性命 顾之风茶也不喝 冷笑道 好好好 好个金月奴 死不承认 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说吧 他就摔门而去 连自贴也不要了 我但笑不语 我不是金斧的娇花 也不是圈在男人后院的问私子 我是在乞丐堆里长大的 什么牛鬼蛇神 我没见过 顾之风 我不信你 你就什么都不是 那日过后 顾之风就单方面 与我撕破脸了 诗会文艳上 总与我针锋相对 眼下 顾之风又当众叫嚣 要同我鄙视诗文 诸有为证 谁若是没达出 谁便喝上一杯助兴 见我不应 顾之风挑眉阴阳道 金凶这般磨叽 倒像个大家闺秀 顾凶这般刻薄 倒像个市井泼富 我丝毫不让 当即反讽回去 淡淡道 既要自取其辱 那便比吧 不比 怎么好中他的技呢 顾之风既要玩下 要这么低端的把戏 我也不忍叫他白白浪费 一番赛事后 顾之风灌了个水宝 我却一杯未饮 眼见他快憋不住了 我故意卖了个破绽 输了一回 顾之风洗上眉梢 催我饮酒 刚饮完 我便有些浑身无力 扶着桌脚 撑起身子 飘飘然道 在下有些不胜酒力 先行告退了 陈公子却拦下了我 语调暧昧 后院预备了香房 我领金凶去歇息 等酒醒了 咱们好接着玩 我扶着头硬了 低垂的毛子神色清明 将藏酒的帕子塞进袖口 多谢 我刚进香房没多久 就听见了顾之风 醉熏熏的声音 文坛天才 在我胯下成欢 滋味定当销魂 顾之风一进屋 房间便从外面落了锁 布局倒是周全 可惜他进错房间了 那屋里 是男女通吃的陈公子 顾之风本就吃多了酒 陈公子又自小习武 隔间传来他挣扎的声音 等等 我不是 不是我 这是自然是等不得的 眼下 轮到他在胯下成欢了 听着他喉间一出 七切破碎的声音 的确销魂 约半个时辰左右 小厮敲门喊道 金少爷 大白天的你喘什么 可是哪里不舒服 屋里憨战淋漓 无人应答 文艳诸声 也来瞧热闹 众目睽睽之下 小厮开了门 床上两人聚饰赤身裸体 陈公子将人压在身下 手还冲屁股使劲一拍 一副驰骋后庭花的架势 真是 毫不刺激 小厮指着胯下的人 颤颤巍巍背着台词 金少爷 你怎么和男人睡一起 莫非你竟是女子 这话 瞬间点燃了看戏的诸位好友 金月怎会是女子 她面如好女 倒也不是不可能 我打开门 衣衫完整 壮弱不知情问道 诸位兄台 怎么围在这里 他们顿时傻了眼 金月 你在这儿 那床上是谁 仅一会儿功夫 顾之锋和陈公子 便裹好了衣裳 陈公子系着腰带 不以为意道 都是兄弟 喝醉了躺一起 有什么稀奇的 走走走 继续吃酒去 围观众人皆是神情暧昧 却谁也没点破 明节 真节 清白 是他们强加给女人的东西 自己却不用手 顾之锋 顾之锋不着痕迹地 弯了我一眼 眼底尽是怨毒 等我一朝登科 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我利落收散 朝他施了一礼 浅笑道 金月拭目以待 常言道 赶狗入穷相 必遭反事 可顾之锋 若不逼你入这穷相 我怎么顺藤摸瓜 破这朝局 顾之锋 攀上了陈公子 靠着那一层 说不清道不明的兄弟关系 和前世一样 同他寻花问柳 逛青楼 游画坊 甚至玩起了 大户人家的暗昌 关系一日好似一日 俨然陈家的一条好狗 借着这诠释 顾之锋审问了 周济脂粉的掌柜 我常买什么脂粉 眉笔 花店 又偏爱什么香味样式 掌柜的都一五一时说了 还在纸上盖章按了手印 金家是老主雇了 给钱也大方 顾之锋满眼阴质 捏着这张纸 如同捏住我的命脉 他悠闲不够 还暗中打压金家产业 制造可乘之机 顾之锋 终于抛开性别 把我当成对手 秋为在即 顾之锋愈发猖狂起来 这天 顾之锋堂而皇之登门 张口就是 我要你那张蓝山书院的请帖 我阴阳道 你与陈公子私交甚密 他连张请帖 都设不得给你弄吗 我自然有 顾之锋有恃无恐 居高临下道 可我要你去不了 我压着火气 冷声道 大儒讲学的机会难得 我绝不会把请帖给你 顾之锋轻蔑一笑 那成皇庙那些起儿的命 可就难保了 够了 我他下了邀 妥协道 我给你便是 顾之锋收下请帖 面露得意 假惺惺劝道 金月奴 别逞强了 女子是不可能翻天的 书院讲学 顾之锋拿着我的帖子顶了我 还意外得了大如青眼 一时间风头无两 人人称道 可他没料到 秋为的姓榜一出 我的名字稳居第一 顾之锋气的脸清 冲我放狠话 金月 你爹没了 分外幼稚的一句话里 藏着抱负的快意 前世阿爹惨死的记忆 瞬间涌上心头 我稳住情绪 邪逆他一眼道 手下败将 也只会成口舌之快了 府一到家 我连忙换来管家 林伯 我爹近日可有消息 管家皱了下眉 私存厚道 自打老爷 去了闽地经商 确实有些日子没来信了 虽然我早有防备 命人暗中守卫阿爹 但此刻依然有些心慌 我修书一封 塞进锦盒 寻了个机警的企儿 送到周记 亲手交与掌柜 又写了张拜帖 求见太子太傅 我刚中会员 行踪本就引人注目 更何况还有顾之风 在一旁虎视眈眈 过了两日 徐太傅召我进府 书房里候着的 却不是徐太傅 而是长公主 早年长公主 微服私访时 我与她相识 她不因我 起而知身轻贱 也没戳穿我女扮男装 还问起我民生物价 世间百态 临走时 她给了我二两银子 小乞丐 去读书吧 泥泞街道上 她的毛子 熠熠生辉 那个冬日 全城的乞丐 因她有粥可食 有衣可穿 直到我一举考中暗首 公主府的人找上我 今月 你可敢以女子之身 夺状元 入朝堂 我才知 她是长公主 世人皆到长公主 倾国倾城 端庄手礼 我却晓得 她心有宏图 胸中秋鹤 忧国序民 只因女子之身 无奈折服后宫 我虽时常与 长公主通信 但极少见面 眼下 长公主早已退去 当初的稚气 一身悬袍 未失粉黛 眉目虽温和 但仍露出一副 天皇贵咒的气派 我俯身跪拜 今月参见长公主 起来吧 长公主须抬了下手 你我之间 无须如此 我起身谢恩霸 就听长公主道 你问的是 本宫已调查清楚 你父亲有惊无险 可安心了 是否与倭寇有关 长公主微微汗手 语气凝重 这月中旬 金府商船夜间走水 火还没灭 倭寇便来突袭 应是有备而来 好在护卫森严 攻手有度 并无太大损失 金府的护卫 都是从乞丐堆里挑出来的 很是英勇 我认真禀道 倭寇突袭一事 应是固知风动的手脚 陈家知不知情 还需细查 金月愿以身作儿 为长公主排忧解难 另外 科举舞弊 调查已有眉目 确实是尘相 长公主神色平静 俯上我的手 叹道 国之蛀虫 渡官必正 若是不除 必当疑惑设计 末了又道 金月 本宫在金鸾殿上等你 我的回答一如当年 金月定当竭尽所能 那日我与长公主一同在书房 筹谋时局 畅谈古今 之后我也时常出入太傅府邸 太傅是春围的考官 我却一待就是一两个时辰 这消息在我授意下 不静而走 就等顾知风自投罗网 有我这个明晃晃的贿赂考官的靶子在 他和陈公子私底下干的勾当 迟早会浮出水面 我如此行事 招人眼红 也招人唾弃 夫子骂我急功近利 网读圣贤书 铜窗斥我屈颜覆逝 以我为文坛之耻 往日的财名 化成一盆污水 泼到我头上 金月还未及惯 就连中两元 其中必有猫腻 他文章老辣 不像他这个年纪能写出来的 恐是花钱找了代笔 流言愈演愈烈 就连西街卖馄饨的大婶 看我时也有些欲言又止 借着给我送馄饨的当口 他冲正爬高上梯的小崽子骂了句 狗圣儿 老老实实走路 小心摔着 骂完 又对我陪着笑 公子请慢用 我笑着回道 好 刘沈鸣着教子 暗中劝我 只因我常来光顾 又无意帮过他一次 他怕我走歪了路 有上位者说 百姓如水 随波逐流 可分明 底层人有底层人的生存智慧 他们或许不懂博弈之道 看不清棋局变幻 但就是有他们 才有了国和家 一跃一度的文艳 也是春围前的最后一次宴会 有人对我嗤之以鼻 有人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也有人过来敬我酒 暗中塞银票 攀交情 耳语道 金兄 帮小弟也通通门路 钱不是问题 我冷着脸 滴酒未沾 言辞拒绝 树难从命 那人闹了个眉脸 袖子一甩 冷哼道 不过是团头之子 装什么清高 转头 他就同顾之风 私混在一处了 顾之风被众人围在中间 犹如众星捧月 要我说 顾公子才是世间大才 不想有人孤明钓鱼 顾兄有风侯败相之姿 还望日后多多提携小弟们 而我独在角落 无人问津 顾之风却一步来到我岸前 狗腿子们坠在他身后 他端起两杯酒 一杯泼到我脸上 一杯浇在地上 语气轻蔑 敬酒不吃吃罚酒 乞丐出身 就是不识抬举 乞丐出身 不识抬举 呵 前世牢房里 他也是这句话 可明明顾之风早就知道 我是团头之女 是他主动入坠 寒情默默 月奴 我心悦你久矣 婚后 我做了贤妻 寒冬酷暑 他早起读书 我亦不得晚起 为他洗手做羹汤 月奴 吃你为我做的饭时 我才有动力学习 日后 我若高中状元 定为你求个告命 为金家挣个出头 因他一句话 我验下所有苦楚 返古今书籍 我不惜银钱 也买来于他 图他多些见闻 从不吝啬树修功己 请名师为他讲经论文 月前也从未短过他的 想着他结交易友 有钱人不切 直至复考前 顾之风还拦我入怀 柔情密意道 月奴 有妻如此 服复何求 功名于我 不过是过眼云烟 可等顾之风高中状元后 他干的第一件事 竟是抄了我的家 阿爹花钱打听了他的行踪 提前订了十多桌喜宴 喜堂喜钱 撒了整条街 我一一针一线 绣下瑞鹤图 祝他平步清云 吉祥如意 愿我同他忠贞不渝 那日 本该是何家欢乐团圆的好日子 可我却只等到他骑着高头大马 冷着脸给阿爹安上通窝的罪名 最后再施舍道 月奴 我顾及往日情分 肯收你作妾 别不识抬举 可我不愿 前世不愿低头 今生更无可能 顾之风指着地上的酒 恶劣地勾起唇 命令道 把酒舔干净 不然你懂得 众人哄笑 我仰起脖子 直视他眸子 嘲讽一笑 你不配 说吧 我拂袖离去 身后 是顾之风 催着毒的眼神 还有朱学子 踩我捧他的闲话 顾兄息怒 金榜一出 就该他跪着舔你了 顾之风只回了一句 语气漠然 他跑不了 我无声微笑 不自始终坚定 常言道 人在朝中好做官 顾之风靠着陈公子 傍上了当朝最大的一把交椅 太师陈松 如此 自然有人捧着他 往他兜里砸钱 想靠着那把椅子 换一个榜上有名 顾之风 狂妄自大 又贪得无厌 最要紧的是 他没有经过幻海浮沉 实在是个再好不过的耳 好吊出幕后那些牛鬼蛇神 我离开时 已是月黑风高 我挪着回家的步子 背后却突然冒出个贼人 敲了我一记闷棍 勒住我脖子 别动 不然杀了你 我脑海中 瞬间掠出十余种逃跑计划 却在闻到他身上的黄熟香时 歇了心思 这个香味 是窝国特产 前世 顾之风栽赃陷害阿爹的 那封通窝密信上 就带着黄熟香气 我绝不会记错 他早就与窝寇勾结 逼阿爹认罪 斩我满门 都是为了掩盖他通窝的事实 正因如此 我才会对长公主说 顾之风与窝寇突袭仪式有关 有通敌叛国之嫌 甚至不惜以身犯险 好引蛇出洞 我赌赢了 只是不知窝寇部署了多少人 竟如此猖狂 敢在京都动手绑人 我暗中掐了个手势 示意暗卫 不要轻举妄动 又装成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 被他一棍敲晕过去 见我晕倒 这浪人使劲踹了我一脚 娘惜匹的 我丝毫没动弹 浪人堵住我的嘴 绑住我手脚 把我塞进麻袋 随后 扛起我七拐八拐 故意在一处空宅逗留 见没人追踪袭击 这才继续赶路 一番折腾 他进了宅子后院 把我摔在地上 禀告道 回大人 是一半成 一道分外耳熟的声音 骤然响起 退下吧 是顾之风 果真是他 我被扔出来时 还在装晕 顾之风就一盆冷水泼过来了 衣衫湿透贴在身上 胸部轮廓 也若隐若现 他蹲下身子 俯视我 春为复考 死了这条心吧 女子之身 进贡院都嫌晦气 更遑论金鸾殿士 顾之风脚踩乌靴 一寸寸 狠狠斩过我右手 留你一条命 是叫你亲眼看我高中状元 插金花 披红袍 再斩你满门 这次 连你们家养的乞丐和狗 我都不会放过 我明明痛急 眼底却成了些笑意 最后这句 是我从顾之风嘴里听到的唯一一件好事 看来 前世 金家的祸事 没有牵连到他们 如此 甚好 我的笑意 仿佛刺到了顾之风 他沉下脸 扒开我衣裳 露出尖头 随后顾之风从火中抽出烙铁 那铁头是镂空的五瓣花 已被烧得通红 宛若红鹰 前世 我在顾之风也腰上看见过 顾之风许事又要顾忌重施 让我替他背通窝的黑锅 他的大掌前驻我尖头 用最轻飘浅犬的语调换了一声 月奴 紧接着那朵红铁樱花 便摁在了我尖头 灼伤炙热 直到我额头浸出冷汗 滴在地上 他才湿湿然拿开 往我右肩上 撒了一些粉状颜料 月奴 你是我的 前世今生 你都只能死在我手上 顾之风并未折磨我多久 他走时 吩咐那些倭寇 看好他 不用送饭 他命贱 饿不死 夜深人静时 安慰前了进来 为我取下嘴里塞着的布 又给我敷了些金疮药 话里还透着些埋怨 您何必如此 我勾起唇 轻笑一声 今日看窝寇行事 粗中有戏 若贸然动手 恐怕他会切腹自尽 不好探出他们老巢 可掌公主三番五次交代 要您以自身为重 你且回禀掌公主 今月无事 我止住她话头 春围前 再就我出去 省得打草惊蛇 掌公主尊我信我 我就更不可能辜负她 暗卫点头 重新引入黑暗 春围那日 据典里的倭寇 尽数被抓 我则准时踏入贡院 进行为期三长九日的考试 期间 顾之锋无暇顾及我 直到春围放榜 我的名字稳战凹头 我未会是会员 顾之锋傻了眼 运筹帷幄窝的笑将在脸上 怎么可能 我明明 顾之锋那群狐朋狗友 挤到他跟前 个个喜笑颜开 冲他恭维 顾兄手眼通天 在下佩服 在下为顾兄 马首是瞻 有人欢喜 有人忧 依清渠书生望榜长叹 以我之才 不该榜上无名啊 此言一出 立马激起一片附和 我四岁作诗 五岁淫妇 四书五经 倒背如流 怎会不如那些斗鸡走狗的顽固 寒窗苦读又三年 不该如此 这些声音涌起 又被压了下去 落榜奋恺那几人 出身不好 家境贫寒 文章切实 却有大财 的确不该榜上无名 可 全能压人 但 总有人揭竿而起 还他们一个公道 我背过身 不再看那张假金榜 我一步去了长公主私宅 不是求见长公主 是位审讯潜伏京都的倭寇 长公主有她的战场 我亦有我的 对付倭寇 言行拷打 作用不大 言语试探 视敌已弱 察言观色 用细致的水魔功夫 方能探到他们的底 这些是我的强项 是身为女子 被迫习得的本领 结果 挨个审问后得出的消息 连我也有些心惊 顾之锋竟是倭寇亲王的义子 是东营倭寇 安插在华朝的一枚暗棋 若不是我重来一世 以她的伪装 恐怕真的会瞒天过海入朝堂 在里应外合 回我华朝 很快就是殿士 行至殿前 顾之锋才终于见到我 他目自欲裂 恨不得亲手包了我的皮 可金鸾殿上 皇上临选人才 顾之锋不敢明目张胆 对我做什么 只得咬着牙忍下 殿上做事 问的是民生之事 我洋洋洒洒写完 顾之锋还在名思苦想 到月卷时 皇上一时醋眉 一时展颜 月卷后 皇上先点了炭花廊 清河陪氏 俊美非凡 才貌超群 又点了榜眼 太原王氏 高材着实 最后 皇上点了我 金月 闻此大胆 但言之有误 为状元 我还未谢恩 顾之锋便跪下 告起状来 愤愤不平道 陛下 金月犯了欺君大罪 不配陛下厚爱 满堂皆惊 皇上沉着脸 声音是破人的冷力 何是欺君 我顺势跪下 顾之锋指着我 言此恳切 一副忧国忧民模样 陛下 金月其实是女子 陈壮见她 托起儿去周记买枝粉 金月女扮男装 参加科考 是为欺君啊 我贵府在地 坦诚道 微臣的确是女子 但 话未说完 长公主就站出来 出言相护 此事本公和父皇早就知道 只是不忍沧海遗珠蒙臣 特恩准金月参加科考 算不得欺君 至于枝粉 是本公喜欢 顾之锋由不甘心 女子怎么能 长公主当即结问 有何不能 今日她能做状怨压你一头 往后就能做官拜相 名垂青史 顾之锋哑了口 又道 金月在春围前 多次出入太傅府邸 有贿赂透提之嫌 这状怨名不复实 还请皇上和长公主明见 长公主邪逆了她 结问道 金月去太傅府 是去见本公的 你的意思是 本公透提了 大殿居然无声 顾之锋身子微微发颤 语气急切又惶恐 微臣不敢 皇上微微抬眼 缓声道 韶安照金月试读之事 是朕准的 徐太傅已两月未回府 长居昭和殿暖阁 是未避嫌 良久 皇上又问道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顾之风额上浸出冷汗 已不复淡定 追着我不依不饶 微臣曾意外看到 金月又煎烙着樱花 当时只觉得奇怪 回去翻了点集 才知晓 樱花乃是东营国花 如今想来 金月有通窝叛国之嫌 实乃心机叵测之途 电视时 我故意用左手写字 还时不时做出 右肩疼痛难忍的模样 混淆视听 顾之风果真上当了 既如此 接下来 就轮到我反杀了 我西行两步 主动扒下衣裳 露出光洁无伤的右肩 微臣已自证清白 顾之风的算盘 又一次落空 我却没打算放过他 贵柄道 但顾之风绝不清白 他腰间樱花 已有数年 微臣意外得知 此事后 顾之风多次针对 造谣 暗中排挤 毁人清白 甚至命浪人掳走微臣 关押囚禁在倭寇据点 幸得公主相救 微臣才得顺利会试 今日顾之风恐事迹暴露 这才在殿前多次构陷污蔑 顾之风指控我之罪 实则皆是自己所为 一为科举舞弊 顾之风背靠陈太师 哄骗考生拿钱买功名 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两 二为贿赂考官 顾之风将所得银两 名单 一起交与陈太师 使其在阅卷时 由胡明的封条长短 决定上榜与否 三为通窝叛国 顾之风是东营亲王义子 潜伏京都的窝寇 奉他为主 受他之命 四为殿上欺君 顾之风隐藏身份 参加科考 又会科举公平 是为激起名分 乱我朝朝纲 我字字铿锵 聚聚气血 说吧 顾之风已瘫倒在地 向条丧家之犬 整个大殿 鸭雀无声 又一道女声响起 若今月以女子之身 硬考就算欺君 那迎私舞弊 收受贿赂 回我华朝根基的 又该当何罪 长公主遥望我一眼 眼神温和坚定 只那一眼 我就知道 往后 殿上的女子声音 会越来越多 那场殿是 皇上震怒 下旨彻查 我 连同春围的所有考生 名次都无效 须明年重考 我是华朝最短的状元 但我 也是华朝第一位女状元 顾之风被捉拿下狱 日日酷刑伺候 长公主指我 特允我探监 又是监狱 只是这一次 她在里面 我在外面 顾之风摊在地上 血肉淋漓 连抬头看我的力气都没有 她口中涌出血沫 不甘心问道 你 你也重生了 顾之风才猜到 并不奇怪 毕竟 腰间那处私密樱花 是前世 我和顾之风同房 才知晓的 只是当时 我只把它当成 一朵普通的烙印 没想到 是惹祸的孽根 顾之风见我不答 扯唇嘲讽 装什么装 再耀武扬威 你也不过是 被我睡烂的贱人 我脸庞平静 心绪也毫无起伏 重来一世 不是让自己困在 她那方泥潭的 她的下场 自不会好 而我为院长 公主称帝 务负民风 海清和宴 顾之风死的那晚 我做了一个梦 梦中是前世 我和阿爹死后 金家资产 皆被顾之风抄办 我赐顾之风的那一记 虽伤重 但并未致命 顾之风原想斩草除根 但阿爹只我一个女儿 并无妻妾 就连府上的小丝丫鬟 也是阿爹给乞丐寻的饭碗 并没有拿他们的卖身器 顾之风抓走他们 又拷打一番后 发现他们谄媚又愚蠢 顾大人 从前小的就看出来了 您是池中金龙 池早亦飞冲天 小姐长得虽俊吧 但从小讨饭长大的 的确配不上您 说起我爹 更是咬牙切齿 呸 什么金老爷 他呀 能发家 还不是靠当团头 我们费尽巴力讨点钱 还要分给他一份 就是 发家了 也不说给我们点银票花花 反叫我们伺候他 顾之风听得很开心 又装得慈眉善目 本官也想不到 岳奴那般贤惠 竟会对我行刺 岳丈大人 不 金大他也畏罪自杀了 他们连连点头 顾之风又道 罢了 你们并非他家家仆 只是在府上做工 无辜牵连 待本公秉明拂隐 许会放你们一条生路 也不一定 姿势体大 他们被判徒刑 我微微叹息 能讨到一条性命 也好也好 梦境一转 十年之后 顾之风游街时 一个乞丐抱住他的腿讨钱 一个老乞丐瘸着腿 拿着破碗 求大人给口饭吃 顾之风神情不耐烦 正欲踢开脚边乞丐 那老乞丐突然扑了上去 冲他心口连扎树下 顾之风气绝身亡 随后 护卫赶来 乞丐们被树到长枪捅穿肚子 他们倒在地上 血染红街道 我这才从他们乱蓬蓬的脏发里 变出十年未见的脸 是管家 门房 还有我的贴身丫鬟 我扑上去 扑了个空 只听见他们喃喃道 老爷 小姐 我给你们报仇了 求老天开开眼 下辈子 不要让老爷和小姐 被奸人害了 醒来 我满面冰凉 呼听丫鬟唤我 小姐 该起来上朝了 幸好 还有今生 后有史书记载 永安三十四年 长公主韶安为储君 此年 登基为帝 为历朝第一位女帝 改国号为元和 元和一年 昭文帝开女子恩科 今月在中状元 此后 男女同朝为官 拓江玉 守太平 正通人和 史称昭文盛世 未经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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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